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不拍房子 我们带大家了解一下休斯顿的生活 首先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我最喜欢吃的一个店 它是吃小龙虾的店 是越南人开的 叫Jaline Crawfish 然后这个店的老板 他是个越南来的 所以他做的这种Galli Butter Crawfish 是越南味的 它是带蒜香的那种 我觉得特别好吃 而且他们家很厉害的是 从每年的12月份到7月底 他们家都有小龙虾 今天我们去吃 老板跟我们已经讲过了 下个礼拜可能就没有活的小龙虾的 这个礼拜的活的小龙虾 是他们店里 今年最后一波了 所以我很抓紧时间的 快来吃一个小龙虾 你激不激动要去吃小龙虾了 激动 我要把司机给拍胖了 在车里拍特别容易胖 我们去吃 太久了 然后他们家小龙虾 一只是活的小龙虾 而且这家店有好几个博主推过了 我看到这家店 知道这家店也是通过 我一个我最喜欢的 全美国的一个美妆 俄文的一个那个 美食博主推荐 然后我特别喜欢他 然后如果你想看他 推荐的美国的美食 美国的好事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家里的信息 开要里 我会写上他的那个 原生货的一个账号 然后如果你想看他 然后这家小龙虾叫Jerlene 是休顿的一个小龙虾 在休顿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小龙虾 这个小龙虾都是路易西安大那个周 我真的 其实那个周 一休顿特别近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路易西安大吃小龙虾 这家小龙虾是我就最好吃的 它是越南人开的一个店 中国人看小龙虾店的话 该不太多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越南人开的 先看这个小龙虾 好好吃的 他们家小龙虾一般就是8块9毛9一磅 但是它有happy hour 所以就6块9毛9 就是有优惠嘛 通常周末好像他也参加happy hour 然后我一般都点他们家小龙虾呀 或者蓝蟹呀 或者是蟹腿 特别好吃 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小龙虾店的消费 上来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10磅小龙虾 大概 香气我已经闻到了 看它小龙虾的那个质量特别好 就是特别大 现在已经是7月份了 看它小龙虾 就是活的 而且这已经不算是大的那种了 拿一个挑一个大的 就是7月份的小龙虾 看我的指头 大拇指 比大拇指还大 你一斜过来看一下 好大只啊 就这个小龙虾是6块9毛9 happy hour的时候 然后如果不打折的话就是8块9毛9 我们现在就要开吃了 好棒啊 但是其实今天我们点这个小龙虾是要带走的 我发现 你在这边点小龙虾 你只要是带走 它就会给你的个头小 但是如果你是想在这吃的话 这个个头就会特别大 所以我每次都洋装在这吃 然后最后告诉我它打包带回家 好了